2019年南篮世界杯预选赛的第四个窗口期越来越近,不少国家队都已经开始了热身赛,而不少NBA球员也决定回归国家队,借这个机会热身,为下赛季的NBA常规赛找找状态。 今天,有一场欧洲的国际篮球热身赛上演,对战双方是土耳其和捷克,土耳其对金锐进出,向利率骑士的小前锋赛D奥斯曼代表国家队出战,表现不俗,之前一直都在克利夫篮普练,奥斯曼终于有机会展示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,国家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,不打不要紧,一上球场就可以看到奥斯曼的进步, 无论是突破还是三分球,奥斯曼样样精通,一直被诟病的对抗能力也得到了提升。 虽然这场热身赛并没有具体的数据统计出来,但请开场上的表现,就能够得着奥斯曼打得非常不错。 比赛中,奥斯曼自几时球突破到篮下,身扛着对手的防守杀到篮下,一个完美的上篮命中,还打成了2加1。 接下来,奥斯曼在三分线外运球,一个剑步晃才对手,直接出手了三分球,此时对手只能默默的看着奥斯曼的三分球命中,可能还没意识到后者已经有如此好的手感了,所以在一开始还没有尽力去防守。 接下来,奥斯曼又在三分线外运球,后撤了一步,再次出手三分球命中,这手感又是能延续到NBA就好了。 下个赛季对于奥斯曼来说是不错的自我证明机会,因为詹姆斯已经离,看,侧翼的位置上徐位以待,就看哪个年轻人可以抢班夺权,奥斯曼高大又年轻,会是提示新以待侧翼的答案吗?